好的 弟兄姐妹们再次平安 由于今天是母亲节非常特别的一个日子 我上个礼拜就跟大家预告 我们今天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讲员 空中的梁牧师要来到地上了 跟大家一起讲道 然后呢 我让大家有点心理准备 因为梁牧师他的母语不是国语 所以他特别要求呢 希望我可以帮他翻译 所以呢 你就会看到 我也会在他的身边 帮他进行那个需要时候的翻译 不是全部的 所以让我们给梁牧师一点掌声 给他一点鼓励 他突破了他自己 因为他就是愿意用国语来讲道 谢谢帕萨埃林 差不多一年之前呢 我跟帕萨埃林讲 我不会来国语堂讲道的 因为我的国语 就是如果我讲广东话呢 广东人可以听得懂 但是如果讲国语的话呢 广东话的人跟讲国语的人都听不懂 对 我们可以证实这件事 但是谢谢对兄弟姐妹啊 今天你可以来有一个欢乐的时刻 因为我每一次拍完那个视频之后呢 叫announcement announcement之后呢 就同工们都拿我讲的国语来开玩笑 啊 这是没错 对 所以真是很难 但是呢 我一年前就是 Promise 帕萨埃林我会来 但是我想就是 应该一年之后呢 他都会忘记的 所以我应该不需要来 但是呢 每一次在这里呢 看见Bill呢 Bill就每一次都跟我讲 但是什么时候来 讲那个国语讲道 对 我就说 应该应该快乐快乐 但是希望他也忘记 但是每一次他看见我呢 都在问 所以都没有办法 今天我就要 Promise 帕萨埃林去帮我的忙 我念那个圣经的时候呢 可能他要帮我念出来 因为我怕我念不出的是字 我们都理解了 对 所以就由你来念好不好 可以 就是提送姐妹可以为我祷告 因为昨天我很夜才回来 很晚才回来 对 因为 谢谢 这是我的功能 因为我的飞机呢 昨天我去一个南加州 我的女儿 硕士毕业 硕士毕业 我去他的commencement 跟着呢 晚上我的机就是delayed 延误 对 延误 所以就晚上差不多十一点半 才回到家中 所以今天还要来 所以希望弟兄姐妹为我祷告 今天我们看一个题目 就是苦尽甘来的一母亲 对 苦尽甘来一母亲 对 我们看《创世纪》 21章 爸知道21节好不好 我请帕萨埃利 让我们一起来读出 孩子渐渐长大就断了奶 以萨断奶的那一天 亚伯拉罕摆设丰盛的宴席 那时萨拉看见埃及人夏甲 为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嬉笑 就对亚伯拉罕说 你把这十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 因为这十女的儿子 不可与我的儿子以萨一同承受产业 亚伯拉罕为这事非常忧愁 因为关乎他的儿子 上帝对亚伯拉罕说 你不必为这孩子和你的十女忧愁 萨拉对你说的话 你都要听从 因为从以萨生的 才要成为你的后裔 至于十女的儿子 我也必使他成为一国 因为他是你的后裔 亚伯拉罕清晨起来 拿饼和一皮带水 给了夏甲 搭在他肩上 把他和孩子一起送走 夏甲就走了 但他却在别是吧的旷野流浪 皮带的水又完了 夏甲就把孩子放在一棵小树下 自己走开 约有一箭之远 相对而坐 说我不忍心看见孩子死 他就坐在对面放声大哭 上帝听见孩子的声音 上帝的使者就从天上呼叫夏甲说 夏甲你为何这样呢 不要害怕 上帝已经听见孩子在那里的声音了 起来 把孩子扶起来 用你的手 拨住他 因我必使他成为大国 上帝开了夏甲的眼睛 他就看见了一口水井 他就去把皮带装满了水 给孩子喝 上帝与这孩子同在 他就渐渐长大 住在旷野 成了一个弓箭手 他住在巴兰的旷野 他母亲从埃及地 为他娶了一个妻子 我们在生命里面呢 都有不同的困难 不同的困境 我觉得每一个我们的弟兄姐妹 相信耶稣以后呢 我们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我们的生命也是会面对不同的困难 就是面对困难的时候呢 我们怎么样去面对 是很重要 因为圣经里面呢 给我们一些要的方法 我们可以去面对我们生命里面 无论是你的关系里面 你的婚姻里面 跟爸爸妈妈的关系 跟儿女的关系 可能是你经济方面 在公司里面 在工作里面 你所面对的 可能也是 可能是你自己的身体的缘故 你面对不同的困难 不同的情况 我们都可以有不同的回应 可以有不同的方法去面对 但是今天呢 我希望就是用一个 我一路以来 我用的方法 我用的一个反省的 一个reflection的一个过程 去帮助我们看看 圣经里面怎么样 对我们说 经过这一个过程 我们可以看见一个 又新又活的一条路 希望弟兄们姐妹可以 跟我们一起去 跟我一起去经历 我以前在广东堂里面呢 也讲过 耶稣平静风浪的一个故事 一个记载 但是节里呢 也是一个记载 就是关于一个下杂的一个故事 我相信大家都明白 下杂的故事是怎么样 刚才艾琳 读的哪一段经文 也是告诉我们 她面对的是一个 极其大的一个困境 她面对的情况 就是快要死了 她跟她的儿子 我们就从这一个过程 就是这个flow 看看神怎么样 帮助下杂 去面对生命里面 她面对的困难 从神的回应里面 我们可以看见 神怎么样 就是带领她 过这一条困难的路 在最后我们看见 神给她的一条 要生 要活 要信 要活的路 对 那我们看见就是history 我们说就是happening 就是现实 其实就是有一个景况 一个环境 我们看见 就是夏甲 面对的困难是什么 那你们都知道了 夏甲就是 Sarah的那个 那个 使女 对 一个使女 她就因为 她跟那个 Abraham 亚伯拉罕 就生了这个 Ismael 跟着呢 Ismael已经差不多 十四岁 Isaac 以撒才生出来 所以在这个 以撒满月的一天 亚伯拉罕 就开这个 一个banquet 或者在一个banquet里面 就大家很开心 但是可能呢 那一个少年 Ismael 那一个少年人呢 他就 就是很顽皮嘛 他就 开玩笑 开玩笑以后呢 一个Sarah 就很不开心 就跟Abraham说 你要把 这个 这个 给一个世女赶出去 因为我不想 她的儿子 来承受 我们的产业 所以 Abraham就 心里面 他的反应 就是很 人又熟 又熟 又熟 对 因为 不知道怎么办 因为Abraham 他知道 如果把 那个 夏甲 赶出去的话呢 他们两个 他跟一个少年的 14岁的一个少年人 Ismael 根本没有机会 可以 活下去 但是没有办法 他就 祈祷 那么神就跟Abraham讲 不要怕 因为 我跟夏甲的 一个应许呢 是要 帮助他 他的 后遇 都会成为 大国 所以呢 Abraham就 就 送别 我们看见一个 很 很 很 相信的 一幅 陶画 就是 图画 对 就是呢 Abraham就送别 那个 那个 夏甲 跟他的儿子 Ismael 给他 一袋 水 一点 饼 就 让他们 离开 我们看见就是 夏甲 跟他的儿子 在那个 旷野的里面 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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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是流浪 就是我们看见就是 那个流浪 证明 就是他们 没有 去到他们 希望去的地方 你知道 那个夏甲 他是从 那个Egypt 来的 他 当然呢 他希望就是离开 就是回 他的外家 但是你知道 哪个时候呢 没有GPS的嘛 对不对 所以 没有GPS的话 他在那个 旷野 的里面呢 就不断地 迷路 基本上 他是迷路 他不知道 方向在哪里 还有呢 在那个 旷野的里面呢 是一个很 危险的一个地方 因为旷野里面 可能有那个 强盗 强盗 对 强盗 有一个野兽 有一个animal 对 野兽 所以就很难生存 一个妈妈 带着一个儿子 14岁的儿子 迷路了 没有水 在那个烈日之下 他们不知道 怎么做 如果我们看 这个故事 我们知道 他已经去到 人的尽头 没有办法 去面对 所以他就哭 他就把他的 少年的儿子 放在 一个小树的底下 因为小树底下 有一点的盖 在上面 可以帮助 他的儿子 不需要 怎么辛苦 那么他就 离开 一见 一见之远 一见之远 就是 这很远 都是 你可以看到 但是他的心里面 不想 他看见 他的儿子 希望 所以他就 离开 就在哭 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 你们在 你们生命里面 有没有 遇过 这些 好像 这些 已经是 人的尽头 这些 情况 所以我跟大家 分享以后 我想跟你分享 我生命里面 一个 我的故事 让你们知道 神怎么样 从一个 人的尽头 里面 看见 神的作为 但是我们 从圣经里面 看见 就是 第一件事情 神要求 那个下架 不是在哭 不是在放弃 他首先要求的 就是要求 下架 去 有一些 认清 事实 究竟是 是什么 他面对的是什么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面对 生命里面的困境 我们都 都要很 很害怕 我会放弃 我们会 没有信心 因为 好像那个 门徒 他们在 面对 一个很大的 风浪 里面 他们说 我们的经验 我们的 过去 学习的 现在面对 这么大的 风浪 我们不可以 胜过 所以我们就放弃 但是神跟 每一个人 都是说 他要问我们 一些问题 但是他问的问题 是要求我们 去问问题 每一次 神问问题 不是因为 他不知道 而是 他希望我们 多反省 要问清楚 究竟我们 究竟 我们面对的是什么 我们看一下 神在圣经里面 他问很多的 不同的问题 每一次 当人面对 一个 很特别的 情况的时候 神就会 问一个问题 你知道 当人 Adam 他犯罪以后 神就问他 Adam 你在哪里 是不是神 不知道 Adam在哪里 当然不是 神知道 但神就问 他问题 就是要他自己 去问 自己 Adam 你 现在在哪里 更多 你知道就是 那个 Kane 他把他的 他的弟弟 那个Abel 杀死 埋在地里面 那么神就对 那个Kane 说 你的弟弟 亚伯 在哪里 你就知道 神 是不是 因为 因为一个Kane 把他的弟弟 埋在地下 那么神就看不见了 看不见之后 就要找他 就问他 他的弟弟在哪里 当然不是 就是 就是他 希望Kane 去反省 他的弟弟 在哪里 那么 Moses 你也知道 神叫他 带领 以色列人 出 Egypt Moses 说 不要 不要找我 我不愿意 那么 神就对 Moses 说 你 首例的 首例 的是什么 这是问他 你知不知道 神用你 他可以 透过你有的 手里面有的 去工作 还有 Samuel 你也知道 就是Samuel 他 告了 Saw 但是 Saw 他就 不听话 那么 Samuel 他就很 很相信 但是神对 Samuel说 你要 悲伤 要到 几时呢 还有 差不多 十五年前 当 有一次 夏甲 他离家 出酒 离开 那个Sara 因为Sara 对他不好 而这神 就对他说 Sara的 疲励 夏甲 你从 哪里来 你知不知道 神就是很好 他们问他 一个问题 就是 对他说 你知不知道 你的身份 是什么 你是一个 侍女 你有你的 主人 为什么 你不回去 你主人的家 你为什么 要 那个 建起 你的 你的 你的身份 为什么 你不可以 回去 顺服 你的 祖母 跟着他 问他 你从 你从 哪里 来 你去 哪里 一个 怀孕的 一个 婦女 走出去 在旷野 里面 你可以上船 所以他 就问他 一个问题 要求我们 也是 在我们 面对 生命里面 不同的困难 我们也是 要问 一些问题 拿多一点的 information 才去做决定 不要这么坏 听一些的 谣言 看见一些 现象 我们就 已经很怕了 我们就觉得 没有希望了 我们要放弃了 我几年前 有机会 就是很 幸运 就是有机会 去被 选择 Drua 一个陪圣团 陪圣园 对 那么 就有一件 一个案件 就是 审 那个 那个 老公 打他的老婆 所以你知道 美国的 Legal System 真的很浪费 我们 我们的 Tax Payer 这是 老公打老婆 老婆就 告诉他 就是要找我们 有八天 坐在哪里 听他们的 这个 proceeding 真是很痛苦 但是没有办法 他就 顺顺我 我就 坐在哪里 听 起初的时候 一开始 就是 那个女的 就是 accus 男的 打他 就是 跟我们 show很多的 照片 她的头 打到 一个 肿起来 她的肾 她的大腿 都是有 Bruce 所以 他就说 他打我 就是在 发情上面 哭哭得 很厉害 我在哪里 听呢 我就觉得 来一个男的 真是 真是 一个 一个罪人 真的 真的不太好 因为 他就为什么 打他的老婆 打得怎么严重 那么好了 跟着 过几天 那个 Defense 就问那个女的 就慢慢 问出一些 没有 没有 Disfled的一些 一些 事实 他就问她 她有什么 Hobby 她有什么 活动 她平常的活动 习惯啊 她说 我是喜欢 Kickboxing Kickboxing 就是一个 自由泊姬 对 自由泊姬 所以 所以 她就问她 为什么 你的老公 打你 会打你的大腿 大腿就是 Bruce 种起来 你老公 打你 他就打我的头 但是 为什么 你的大腿 会有 这个 种起来 她就 打不打 还有呢 她说 她老公 就是 在 半夜 那个三点钟 在她 在她的家的门口 打她 那么 她就住在 那个 平民的 一个 区的里面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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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就问她 你的邻居 有没有知道 有没有听到 你们在 一个吵架 打你的声音 你大叫的声音 她说 没有啊 没有人听到 完全没有 其他的人 做证人 就听见 她老公 打她 最后 最后呢 我们 要说 很多证据 要在你面前哭 再讲到 好像真的一样 但是如果你没有 用心去找 更多的 information 可能你会受 欺骗 所以弟兄姐妹 我就是想 这是在每一个 困难的里面 我们可不可以 不要太快 做一个决定 去放弃 去难过 但是我们可以 可不可以 多找一些 证据 多找一些 继续 我们可以了解 多一点 究竟我们 究竟我们现在 面对的是什么情况 我们才有一些决定 我们不要 reactive 不要反应 我们要学习 去回应 response 我们要 response 那么 撒杀就在 哭 你知道 神就告诉他 不要害怕 那么 神就告诉他 我已经听见 童子的声音 神告诉撒杀 我一直都知道 你们面对的是什么 不单单是你 这是连来一个14岁的 少年人 他的声音 我也是听见 还有呢 就是他说 我必使他成为大国 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 就是15年前 神当他怀孕 出走的时候 神就跟他讲 我便使你的 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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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其凡多 多到不可 胜数 如果你们 在这里死亡 他的儿子死亡 就是没有机会 成为大国 所以他跟他 就是再一次的 告诉他 15年前 神对他的应许 是什么 要他记起来 神没有放弃他 神一定会有一个 新的出路给他 那么他就 那个下载就离开了 一一见就远 上对而坐 但是神就告诉他 你什么都不可以做吗 不是啊 你还有做一个妈妈 你可以做的 就是回去 就是回去 你的儿子的身边 握着他的手 陪伴他 你说 有什么用 我们都快死了 有什么用 但神说 You do your best I will do the rest 你尽你的所能 我就会 有我的大能 你可以看见 但是我们要 尽我们人的 努力 不要放弃 这是尽我们 可以做的 你说 可以做什么 就是回去 陪伴 你的儿子 跟他一起 握着他的手 你看见最后 神的开路 是怎么样 向上帝开了 下甲的眼睛 他就看见一口水井 他就去 把皮带装满了水 给孩子喝 上帝与这孩子同在 他就渐渐长大 住在旷野 成了一个弓箭手 他住在巴兰的旷野 他的母亲从埃及地 为他娶了一个妻子 弟兄姐妹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你祷告以后 是不是神就有神职 就是miracles出现 你知不知道哪一口井 是神变出来的 还是哪一口井 原来已经是在哪里 这是撒甲 他看不见哪一口井 是因为他面对 面前看见的 就是哪一个困难 就是他的儿子的生命 他没有看见哪一口井 但是你看见圣经 告诉我们就是 上帝开了他的眼睛 原来哪一口井 根本原来就是在哪里 但是他没有水了 但是烈日底下 他没有希望 他没有看见 因为他的眼目 就是看见在他的问题里面 当你看见问题 你就看不见 神一早已经预备 来一口井 来一个resolution 来一个解决的方法给你 所以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常常说 我们要求神 神就会给我们miracle 可能就是 如果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根本不是miracle 这是我们的眼前 我们就是看不见 原来神一早已经预备 解决的方法 那么我们看见就是 下一句很重要的一句说话 说话就是 是上帝 上帝与姐孩子同在 这因为上帝的同在 后面所有发生的事情 都是神的安排 这是儿子没有死亡 他就是慢慢地长大 在那个旷野 住在里面 把这个位姬做成一个弃姬 成了一个弃姬 成为一个弃姬 成了一个弃姬 他在这个旷野里面 他的妈妈从他的外家 还有带这个老婆给他 他就可以成为一个 那个亚赖坡人的县主 他就成了一个大国的县主 这一件事情就是我说 我们要经历 这一个反省的一个过程 在哪里呢 我们看见就是 神回应 你为什么这样呢 你是不是要问一个问题 我们面对这个情况 是什么原因 背后有什么原因 跟着我们在情感里面 神就告诉我们 不要害怕 因为我们要从 熟灵的里面 看见神给我们的应许 给我们的promise 最后我们可以做的 我们尽力去做 因为神他有他的方法 我们尽我们的人的努力 尽力而回 神有他的作为 我就作为 对 尽力而为 神就有他的作为 所以在结束的时候呢 我希望跟你们分享 我生命里面的一个 对我 对我的家 对我的未来的事奉 都很有影响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在生命里面呢 我也是面对过不同的困境 不同的情况 其中一个情况呢 就是我1991年 我结婚 我的岳父岳母呢 她一家都是从中国大陆出来 我跟我老婆已经结婚33年了 当我计划跟她结婚的时候呢 我的岳父岳母呢 她就反对 她反对到一个程度呢 就是说 如果她 因为她有一支窗 一支枪 枪 他说 如果你带我的女儿回香港呢 我就一枪地打死你 就是说 因为她说 第一 她不喜欢我 没有钱 我穷 没有钱 第二 她说 她不喜欢 她的女儿 嫁给传道人 因为她在中国大陆呢 她们在文革的时间呢 我的岳父是教书的 所以她就是常常被召出去 去批斗 批斗 她常常就灌在一个监狱里面 她就说 因为她是大右派 她是黑五类 所以她就常常灌在一个监狼里面 她说 你知不知道 在监狼里面 最多跟我一起坐牢的是谁 是来类人 这是教会的传道人 她说 她在监狼里面 传道人都通通跟她讲 耶稣啊 她都不信 她说 你们1997年香港回归以后呢 你们通通的牧师啊 传道人啊 都要坐牢 所以我不想 我的女儿跟你回香港 但是她说 只有一个条件 条件就是 你要拿美国的 做美国的供民 我才有信心 把我的女儿嫁给你 因为你可以随时地回来美国嘛 那么我就心里面想 我在香港 我在香港 侍奉 教会 刚刚开始 我怎么样 可以回来美国 一住要住五年 对不对 在美国 如果你要合法地 在这里 become a citizen 神呢 你要住五年 我说不可能啊 但是我祷告以后 我就告诉他们 我祷告 我祷告 告诉我 他 有他的方法 有他的应许 我就相信他 但是我不想骗他们 因为我在香港 你的女儿 嫁给我以后 你都没有我办法了 对不对 所以我也不想骗他 我说1997年之前 我会努力地做美国的公民 那么一继续结婚就六年了 六年以后呢 我就 香港的教会 建堂已经完成了 我的博士的学会也完成了 我就觉得自己就是很辛苦 希望拿一些假期可以离开香港 那个时候呢 是我六年的侍奉 那么我就跟教会讲 我希望拿一年的那个 那个 那个 安息年 但是安息年没有钱的 我就跟我的老婆讲 我说 我们不如回那个美国 在美国呢 因为我是Austin UT Austin的毕业的 我在哪里呢 还有很多朋友 我就心里面想 如果我的老婆 她 我的太太 她离开工作 没有收入 我也没有收入 那么我去Austin 怎么生活呢 我就想一个办法 就是我有很多朋友在Austin 我每一天跟一个朋友上去 那么就可以 他请我吃饭 我每一天都要免费的 她的饭吃嘛 对不对 那么我就没有 不会饿死 我就可以 再度过来的那个时间 那么我说 不如我去Austin 那么Helen呢 我太太就说 好吧 我就跟我的老板 说 我旗子 RESIGN 我们安排好了 我就跟老婆讲 我说 去到Austin呢 我知道哪里呢 有可以工作 哪一间的7-11呢 是save的 我们可以去 哪里去做那个staff 哪一间H-E-B呢 是可以 有的工作 我可以去做 我就说 我们可以一年在哪里呢 就是有面对 这个没有钱的 的环境里面呢 我们还可以生存 好吧 那么呢 一个礼拜以后 他的老板就告诉他 说Helen 你不需要旗子 你只需要就是公司 派你去Austin的分公司 在哪里呢 受训一年的时间 我们可以派你去 但是你呢 回来香港 你要欠一份合约 对于合约 就是说 你会回到香港 工作多一年的时间 那么他就说 很好啊 不需要旗子啊 有收入啊 所以他就说 好吧 那么他老板告诉他 你们去美国的 所有的费用 他的company 会给他 给我们 就是round trip business class 坐这个飞机 对对对 商务场 对 我是一生人 只有一次 做这个business class 就是哪一次 从来没有了 这是business trip round trip 更多就是我们 所有的东西 香港的搬家 所有的东西 都可以air flight 搬去 那个Austin 搬去没有什么东西 我在香港很穷 这什么都没有 只有即将那个 那个 捷凳 捷凳啊 Folding chair OK 折叠椅 还有呢就是 就是 但是呢 回去香港就很好了嘛 在这里可以Costco 你看 大量的 在那个 树荷 对对 可以 塑胶盒 对对 所以就拿东西回去 还有呢 公司给他 每一天 都有allowance 还有呢 每个月 都有一部 新的 租车 还有呢 就是gasoline 都是公司给的 还有 还有租的地方 还是公司给的 所以那一年呢 就是我 人生的里面呢 最丰盛的一年 最开心的一年 活得最开心 就是什么 什么都是他的公司给 好吧 但是 那一年 就是1995年 我就在心里面想 1997的大县 就到了 怎么办 因为 外父外母呢 就是会 问我嘛 你 是不是 你还没有当 美国的公民 但是 但我怎么当 美国的公民 我就是在 在祷告 就是 有一天 我记得是 差不多七月 我有一天 就是看报纸 报纸上面呢 有一个移民的信箱 就是 就是告诉 有些人 写信给 那个报纸 他就回答 那个移民的 顾问 就是在解释 是什么人 可以最快的 可以 做美国的公民 他就说 有一条路 这就叫 那个 319B 就是说 如果你的 配偶 是 美国的公民 你不是 他是因为 他要 离开美国 去 美国的一间 分公司 在海外的公司 工作 他的配偶 就可以 很快的 一个月之内 可以做成 美国的公民 当时我看见 报纸以后 我跟我老婆讲 我说 太太 你看 是不是我 那么Helen 就说 没有怎么巧的 没有怎么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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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不可能的 但是我说 真的 真的是像我 那么 他说 不如我们 问问 那个 一些律师 问问他们的意见 问律师的时候 律师说 对啊 有几条条例 但是没有人 没有怎么断 知道 但是他说 你不是吧 不会怎么巧啊 但是我说 我就是 就是这个人 那么呢 就一个月以后呢 我就申请 那么就 他就 写信给我 叫我去 San Antonio 他们的office 去 面试 那一天呢 我还值得 我在祷告 之前呢 我就把所有的 移民的 所有的问题 通通都 都 review 我就 Texas的 每一个 的conversment 我也记得 他们的名字 从哪一个 district来 我都知道 就是要 要回应 他问我的问题 那么 那一天 进去 来一个移民的官 他就 看我的file 他说 Mr. Leung 你是 你是 金星会的 牧师 我说 对啊 我是金星会的 牧师 他说 我以前 也是回 金星会的 但是现在 我不去了 我心里面 想 怎么办 他对金星会 一定是 有问题 他说 我不去 金星会 因为 我很 讨厌 金星会 哇 我心里面 想 这次糟糕了 我是金星会的 牧师 他讨厌 金星会 又是我 就问他 为什么你 讨厌 金星会 他说 我们一家人 我老婆 我两个儿女 从金星会 会里面 讲大 但是有一天 在教会里面 我的老婆 认识了 另外一个男的 跟着跟他走 跟他远走 远走 高飞 那么就留下 两个孩子 跟我 这是我对教会 就是很 很失望 他就 一边讲 我就问他 你的儿女 年纪多大 我就问他 一路 圣灵就 就带领我 问他很多问题 他一边讲 一边在哭 我就把我的T恤 给他 他在擦眼 眼泪 讲 讲 差不多 十五分钟 他一路地分享 他的痛苦 带领儿女的痛苦 我从来没有 看见过一个 白人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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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年人 跟我在我的面前 哭 但是哭完以后 十五分钟 他说 我还有下一个 interview 现在我问你 三个问题 我说 放马过来 因为我已经 准备好了 他说 第一个问题 美国的 第一任的总统 是谁 很容易 第二 他问我 你知不知道 美国的过期 就是flag 过期 是什么颜色 很容易 第三个问题 你可不可以 写一句 英文给我看 我说 你希望我写 什么给你 他就看外面 他的外面的天气 他说 好像我的心情一样 今天的天气 The sky is cloudy today 今天的天气 是密云 那么我就写出来 他说 恭喜你 你就下个礼拜 来聖言通流 你就跟一千 四百个人 去 take off 你就变成 美国的公民 那一天 我交给 另外一个移民的官 那个 Green Card 他看见 然后他说 为什么你的Green Card 怎么信的 我说 没有啊 我没有在这里住 住满五年 好吧 那我就 做了这个 美国的公民 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 一个月以内 我做了美国公民 那么我就 去那个 passport office 拿我的passport 如果你有 你是差不多 我的年纪呢 你记得 这是哪一年呢 1995年的年底 就是 President Clinton 跟 国会 那个 有一个冲突 那么呢 他们就说 要 shut down Federal office 那么shut down 那前一天 我去passport office 申请我的passport 申请以后呢 我就问 那一个staff 我说 你们明天 就是shut down 我的passport 是不是会 有机会 有机会 不发出来 哪一个女的跟我讲 她说 God knows 神知道 那么提醒我呢 就是说 不用 不用 不用这个担心 因为神 他有他的方法 那么 两个礼拜以后呢 我就回 三藩石 因为我的岳父 岳母 在这个San Francisco 我去三藩石 我的岳母 告诉我 那里有一封信 给你的 我开 看见 这是我的passport 在哪里 那么 我的岳母 就问我 两个问题 第一 她说 你的passport 是不是假的 是不是 一做出来的 我是不是 是真的 另外她说 那么你 给了多少钱 买回来了 因为他们的 思想 就是说 不可能的 你没有在这里 住过 五年的时间 不可能拿来的 不可能有 这个passport 我就告诉她 只有你相信 我们的上帝 神 有他的作为 是我们 每一个爱他的人 眼 没有看过 而没有听过 心里面 也没有想过 我觉得 我们的神 是一位 又真 又活 又大能的神 这是因为 在神的面前 我相信他 他的应许 那么所有发生的事情 1997年 之前 我就拿了 一个美国的公民 我没有在这里 住过 住过五年的时间 但是也是因为 我做了这个公民 所以 我在香港离开的时候 我回到美国 我就可以在 汇典教会服事 因为我 我不需要 有什么 另外的一些程序 我可以在这里 很自然地 在这里 做你们的主人牧师 我觉得 通通都是 一切都是神的安排 但是 起初的时候 神给我的 的应许 就是说 1997年 之前 他一定会 有一条 又新 又活的路 给我 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今天 你面对的是什么情况 有什么 困难 有什么 苦痛苦的情况 你是要面对 正在面对 但是我觉得 不要 怎么快 就要反应 不要怎么快 就放弃 吸取你的信心 我希望弟兄姐妹 这是看看神 现在要问你一个问题 你有没有 想清楚 你现在面对的情况 是怎么样 出现的 是不是 需要多一点的 information 你可以做决定 还有呢 就是神在哪里 祂的应许在哪里 你是不是愿意 相信祂 愿不愿意 尽你的能力 尽你 所回 我们就看神 自己的 做回 求神 帮助我们 每一天 我们都相信 他圣经里面的话 也是 透过 下载的 故事 可以给我们 一点 学习的功课 谢谢 帕萨阿灵 可不可以 跟我们做一个祷告 好 让我们一起低头 来到神的面前 天父 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在这个 母亲节里面 主你给我们这样 美好的信息 透过神 他爱夏甲 夏甲是个 没有名分的母亲 神都如此爱她 更何况 是我们有名分的母亲呢 求主 祢的恩典 祢的爱 临到我们 每一个母亲的 生命当中 我们手里所做的 我们心里所想的 我们口所出的 都可以荣耀你 我们感谢主 让我们继续的 在回应诗歌里面 来赞美你 听我们这样 同心合一的祷告 事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